垃圾焚化炉的灰渣 那这个灰渣呢 因为全台湾的这个垃圾焚化炉的灰渣 很多 多到没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呢 环保署就定了一个 这个焚化炉的灰渣 就是抵渣再利用的办法 你的业者如果拿去使用 一公分 它编列预算 一年编好几亿 补助你1600块 所以这个灰渣呢 就可以进入到 你看到的后面的快速道路的地基 可以变成混泥土的一部分 有听过国道六号吗 国道六号如果你上网去查的话 它号称是环保高速公路 什么叫环保高速公路 就是用 我今天一直在讲的 就是用有毒的废弃物混在混泥土做的 叫做环保 所以呢 这些灰渣因为量太多了 没有地方去 所以它定了一个办法 就是你用一公顿 补助你1600块 但是就有一些 环保公司都是跟地方的这些利益团 你跟政客都勾结在一起 那你今天要补助1600块呢 它就去买了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现在站的地方 去年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还是水稻田 因为你想想看这些灰渣送下来 它不用一个礼拜就填成这样了 所以在一个水稻田的状况下 它就赶快填完之后呢 它要去买这个农地 几百万而已 但是它可以申请到3200万的补助 你这边所看到的是 2万公顿的这个焚化炉的灰渣 那这个焚化炉的灰渣里面 因为这个是农地 是拿来生产粮食的 拿来生产粮食的土壤 有它的土壤的管制标准 就是它里面的重金属的含量的管制标准 所以这一块是水稻田是农地 这依照我们生产粮食的 食用作物的土壤 它就有5种的重金属 是超过农地管制标准 那你现在脚踩的 它的代曜性的含量是60匹克 是我的吗 它的代曜性含量是60匹克 那在去年的时候 开记者会 那为什么 环保署他就说 跟地方的环保局就说 因为我们的焚化炉抵渣 在利用的管理办法里面 没有规定可以去农地 也没有规定不可以去农地 所以他们在去年的记者会说 业者没有违法 你相信没有违法吗 结果在我们不断的记者会的压力之下 它在今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修法 就是我给大家讲一看的 他要修法 让他可以合法 就地合法 而且呢 变本加厉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家户垃圾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玻璃 就是很明显的 或者是陶瓷的这个碎片 现在他们修法 把工厂 因为工厂也会有一些事业废弃物 这些工厂的 有毒的事业废弃物 他送到焚化炉去烧的灰 会不会比家庭的垃圾还要毒 但是呢这次修法把这个灰 他们都认为都是灰 所以都可以进农地 然后已经要让它合法 这是一个 他要让它合法的可以进农地 第二个 他要让它合法的可以进入到公共工程 第三个 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污染太严重了 第三个 他要让它合法的 他说 因为台湾的土地人口越来越密集 他要创造国土 他要把这些拿去填海 那这些东西 都问题都非常的大 问题都非常大 所以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那一天呢 在三月份的时候 开了他们在开这个草案的工厅会的时候 我就到台北去 然后那个是废管处的处长 就在讲完了之后 我就说 因为追去这个有毒废区的 就是台南社大的黄幻璋老师 他就说 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整个台湾的环境的承载量 可不可以承载这么多的有毒的物质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的产业结构一定要调整 不然会把子孙毒死啊 赚好了 这老板他可以移民 但是他所生产的有毒废区 他是不能外运的 他一直累积在这里 所以那个黄幻璋老师 老师就在讲说 如果我们目前的这些有毒的废弃物 我们没有更好的方式处理的话 我们政府应该要集中掩埋 或者是集中固化 处理在一个地方管制 不能让它到处流窜 等到我们未来有比较好的方式 再来处理这些有毒废区 你觉得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你就只好把它集中起来管理 甚至产业的调整 都我们一个一个来做 然后至少不要让它流窜到农业区里面 流窜到山里面 流窜到海里面 那我们至少知道局限的这个地方 是被管制的 被管制的 那这个被管制的地方 如果按照我们的建筑物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叫做厕所 也就是说这整个环境里面 因为我们生产出来的有毒的东西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国家里面 盖一个这个厕所 作为最终的处置厂 这样对吧合理吧 对不对 然后那天的公厅会 所以我就跟环保署的废管处的处长讲说 处长 今天在讨论 焚化炉抵扎再利用的办法 等于在讨论 我们怎么吃大便 因为这是废区 这是有毒的 它可以进农业区 可以合法 那不是等于进入食物链的循环 吃到大家的食物里面吗 那你等于是在吃大便 我们现在的问题 是这些有毒的事业废区 我们应该要想一个 集中管理的方式 不要让它到处流窄 不是说 编了一个利用的办法 让它化整为零 当做看不到 你以为就看不到 它还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那我就用大便 跟这个厕所来做比较 因为我觉得说 我讲的太多 它会听不懂 我就说 处长 我发现我们环保团体 讲这么多 跟你讲这个代要心 跟你讲这个重金属 你们都不放在眼里 我就用大便来做比喻 结果没想到 我发言完之后 如果你回去有看那个讲义的话 我都写得很清楚 结果没想到处长讲什么 处长就说 蔡秘处长 你比喻的真好 大便就是可以回收再利用 我听了 他的开会跟我讲说 我就马上 处长 我快昏倒了 你真的要吃大便吗 因为这是农业区 我相信你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有重金属 有代要心 它下雨 你刚走过去 它就有阳城 这里面含的重金属跟代要心 当然会飞到农田里面去 当然会透过地下水 当然会透过雨水 会流到农田里面去 但是你敢保证 你买的米没有旁边的成分吗 它就流落到市面里面 那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那我们在开完记者会的时候 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就来这边 因为那个封锁线已经不见了 如果你可以看到 还有旧的封锁线的塑胶 那个叫刑案现场 你现在站的这个叫刑案现场 刑案现场 然后那个检察官就跟我讲 这秘处长 因为我们只是看到这个很大件的 他说我都不敢跟你讲 那个大甲心隐瞒的状况 因为他们有情知 我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 叫做惨不忍睹 你现在看的 这不是冰山的一角 这是冰山的一角 真正大咖的已经叫做惨不忍睹了 所以他都说他不敢跟我讲 就是惨不忍睹 你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而已 你看到后面的西兵快速道路 对不对 好 你再头到回过头来 我们的有毒废区 一年两千万公顿 那黄幻璋老师就在想说 这两千万公顿会去哪里 第一个当然就随便乱填 就买一块农地就填进去了 那第二个呢 就进入到 有办法的就进入到公共工程 所以你看到的西兵快速道路 在那时候他在七谷的 七谷不是有一个黑面皮路吗 那个西兵快速道路经过的那一段 地基里面是废炉渣 是重金属的有毒废弃物 他拿来去填地基 那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地方的环保局 每次去采样都说采不到 就检察官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黄老师每次在开记者会都有 环保局去都说没有 然后下一次去采样 要采正的时候 就说黄老师你来讲哪一边 就黄老师就检检检 然后就采样都是重金属 就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替 我们人民把关的环保单位 是站在财团跟开发商这边 他可以睁眼 他可以说瞎话 他可以采样 故意采不到 同样的你看到这个西兵快速道路 越过去就是大渡溪 大渡溪桥下面就叫做 大渡溪口野生动物保护区 抱歉这个保护区下面全部都是有毒废区 这个整个溪口下面的那个路基下面 都被填了几十万公顿的 这个代曜新集成灰 还有炼钢的被炉渣填在那边 其实差不多我们这样一个对现况的了解 跟整个政府的运作 其实我们多了解 现在很多人在关心的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户区要怎么做 那我提出一个跟刚刚我们秘书长不一样的运作方式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简单 这样做以后这个农地的麻 就可以变成不是农用 不是农用就可以变成什么 变成建地 就可以把再赚更多的钱 变成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政府的政策 我们一直在消灭农地 为什么呢 土地如果做农用的话 在我们现在经济体系里面叫做 经济价值低的运作方式 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都会的运作方式的话 这个价值就可以提高 所以我们台湾过去一直现在里面 在都会里面人的想法里面 我们如果能够把农地都变成什么 变成建地 就可以赚钱 所以为什么大株山 为什么要开华八卓的保护区 保安营 就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可以变成经济用途 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做 这叫做什么 叫做三部渠里面 第一部渠 这第二部渠 当它把农地变成建地 又可以赚另外一笔 反正已经污染了 就像我们很多路 我们路不是开了吗 应该运机继续变成公路的用途 那这个农地都污染了 那污染我们的 既然不能做农用 就把它变成盖黄纸 所以问题就说在这边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以后盖的房子 也会如何 没有人知道 我们有听过什么 铺设钢筋的问题吗 海沙屋的问题吗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 很多问题所遗留下 那现在目前 我们的整个运作 在网站 那问题的话 如果说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讯息出去 蔡美部长也提到过了 跟检察官去什么 不是检察官 这样要什么 监察院去检举没有用 那现在目前 我们的调查局已经介入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下文 如果我们民间的力量 我们民间的声音足够大的话 那他们就会重视 现在目前就把你们看成 反正你们的火会火车 你们的力量就是那样的小 那现在目前我们的社会运作 都是很基本的问题 当你可以聚集成一股力量 像什么 缓 能够有足够的力量 有更多人在报道 跟我们去了解 那我们这个社会 都会不共不育能够发展 或是让更多人知道 有很多人在赚这个 叫做不义之财 那这样的话 事情才有解决的可能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活动 跟我们这样办的 这样的运作 能够发挥一些后续应该有的力量 好那来谢谢 好那最后讲 就是再重复一下 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整个 赚取经济利益的三部曲 第一个是摧毁自然 把自然的资源变成钱 第二部曲呢 就是污染土地 因为这个也可以变成钱 第三个呢 叫做刷信用卡 就是举债 然后做一些不当的公共工程 那我相信你看多了投影片 不如你现场到实地 你会觉得震撼 如果你下次开车 从西兵快速道路上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更震撼 更震撼的是检察官跟你讲说 大甲西引南叫做惨不忍睹 你就更震撼了 你看的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 焚化炉的灰炸到底有多少 还有甲级废丘的焚化炉 到处流窜在台湾的土地上 如果我们现在不思考 我一开始在讲的灵异事案 这个叫做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如果这个游戏规则 这个结构没有改变 不管蓝的绿的 在这个游戏规则下 就会污染土地 就是这样而已 今天那个陈老师在讲的 那个SIGMA曲线 当我们的执政者 没有办法考量到 整个国家总体的定位 这个点没有定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结构就没有办法改变 那我们就上车 我们就上车了 没没没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就上车了